總部見傳媒 他強烈譴責有示威者以極暴力的方式衝擊立法會 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我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我相信市民都是有同感的 警方處理昨天整天的暴力行為 一直表現黑制 但是對於任何違法行為 我們必定會追究到底 有人選擇了用一個禁暴力 大家可以看到進入了去立法會大樓之內 是肆意去破壞 這個對於我們社會去尋找一個共識 來處理大家關心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被問到有沒有官員需要為事件問責下台 林鄭月娥說 她以及鄭月娥說 李家超已經真誠自怯 在6月18日 亦都是向全港市民真誠自怯 律政司司長和李家超局長 亦都是為了處理這件事上面 我們有工作的不足 亦都是鬆誠的自怯 未來的工作很多 正如我在昨天的走會的掩持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改革管治的風格 我們更加用心去聆聽 和吸納社會各界不同的意見 特別是年輕人的心聲 能夠將香港現在的問題 可以盡我們的努力來解決 這是我們今天對香港的承諾 林鄭月娥說 政府已經表明暫緩修例 到明年這屆立法會期結束 條例將會自然死亡 形容這個已經是正面回應訴求 她又說 若未經調查 就決定不檢控示威者 是違背法治 NLTV記者江鳳雯在這裡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 示威者干犯多條法例 包括立法會權力及得權法 和公安條例等 由呼籲市民參與工作活動 要小心別有用心的人士 破壞社會安利 警務署署長盧偉聰就說 警方對示威者並沒有退縮 一度撤離立法會大樓 只是要重整策略 九學禧報道 示威者由7月1日清晨開始 採取多種行動抗議 直至7月2日凌晨才結束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 示威者涉嫌干犯多條法例 包括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 任何人違反立法會規則 進入立法會 可被判監三個月 公安條例下的強廠罪行 最高可被判監兩年 以及刑事罪行條例之下 藏有攻擊性武器 以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等等 任何公眾活動 如果滲集了這些有暴力傾向的人士 會製造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必須小心 參加任何一些公眾活動 小心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 有暴力傾向的人士 製造出來的傷害他人身體 或者破壞嚴重社會安寧的人士 注意這個風險 一批暴徒更加衝入大樓裏 大肆破壞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批評 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令人發指 予以嚴厲譴責 他解釋大批警員 星期一晚撤離立法會 是因為當時民陣的遊行剛剛結束 有3萬名示威者在附近 立法會大樓的電力也受到破壞 身內燈光聲滅 容易出現人踩人 因為燈光的問題 人數的問題 我們使用武力的受限制 我們唯有為了他們的安全 我的同事的安全 我們唯有選擇暫時撤退 而撤退之前 我們已經確認了立法會裏 是沒有其他工作人員 我們便臨時撤離立法會 讓我們重整自己的策略 再重新取回這個立法會 他只有13名警員在金鐘 受到不明液體襲擊 需要宋遠治療 另外有兩名警員在立法會大樓入口 被氣體襲擊需要宋遠 NOWTV記者簡學希報道 吳示威者大約是昨晚9點之前 叫開鐵閘 闖入立法會大樓 佔據會議廳 破壞主席台位置 桃鴨區費等等 吳示威者又在大樓內到處破壞 包括偉難主席梁君彥的相片 約進報道 晚上大約8點50分 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外面 不斷叫鐵閘 成功打開缺口 差不多同一時間 見到大批防暴警察由立法會撤離 退守政府總部 在全無阻擋的情況下 示威者分別由示威區 進駐公眾入口大堂 在另一邊天尾道的議員入口 亦都出入自如 人群闖入 大樓全面失守 有人就用鐵籠車 撞毀大樓圖書館的玻璃 又用噴漆在牆上寫上訴求 另一邊的立法會標誌 就被噴污和扔雞蛋 在會議廳外面 掛有歷任立法會主席的照片 其中前主席范徐麗泰 和現任主席梁君彥的照片 用貌被噴污 之後示威者把相片拆除毀壞 闖入大約半個小時 示威者破門 佔據會議廳 走上主席的椅子 噴字和破壞 會議廳中央的區徽 被示威者用噴漆噴戶 將座位上的基本法 逐頁撕毀 主席台背靠的牆壁被塗鴉 有人噴上取消功能組別 反送中、林鄭下台等多項訴求 議員的座位都無得幸免 包括何君堯議員桌上的文件被撕毀 示威者佔據了會議廳之後 部分人和在場的傳媒一齊 坐在議員和官員的座位上稍作休息 立法會主席辦公室有被扔雞蛋的痕跡 平時議員和政府官員用來休息的前廳 有人在裏面吃東西 電視、影韌機等都被摘爛 而這些由外國議會或領事 所贈送的紀念品 有人就貼上切物破壞 全部完好無缺 大樓裏面其他地方一片狼藉 宴會廳的屏風被推倒 有人就帶走餐椅 辦公室就有搗亂的跡象 另一流程的會議室也都被闖入 並且毀爛內部的攝錄鏡頭和設施 之後示威者離開會議室 全程大樓裏面都沒有警員或保安 而大樓出入口也有大批示威者留守 NowTV記者于尋報道 警方在午夜12點左右開始清場 以催淚彈驅散人群 立法會大樓內的示威者自行散去 不夠一個小時後 警方將立法會外一帶清場 黃遠情報道 接近午夜12點 多批防暴警察由灣仔園龍和道 分域碼頭街等多條不同道路 向立法會方向推進 警方最先在龍和道施放催淚彈 驅散示威者 同時不斷推進 示威者增傷走避 在警方防線後 多輛警車尾脫 快點離開 我們一起走 快點離開 我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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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間 立法會會議廳內 示威者匯傳消息 呼籲其他人即時離去 快點離開 警方開始清場十幾分鐘 龍和道和立法會示威區的人 幾乎全部散去 龍和道的警員 亦向立法會方向推進 並施放催淚彈 龍和道和龍匯道的防暴警察會合 快速向天美道前進 以黑旗示警 在一邊施放催淚彈 一邊推進 不用半小時 立法會外的道路全部清場 多批持有長槍和催淚水劑的警員 在大樓多角出口把手戒備 警員在示威區列陣 在下角度往今中方向 亦都有持盾的警員推進 起初示威者以遮陣來對視 之後亦全部散去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和邝俊宇 在警方的防線前 呼籲他們 給時間示威者離開 而在特首辦所在的天華道 早前被示威者堵塞出口 障礙物亦都被移除 防暴警察沿著下角度 一路往中環方向推進 去到行車天橋上面 他們已經脫下了防毒面具 而警車亦都在防線後面戒備 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外一帶道路 警方已經大致拿回控制權 NOW TV記者黃婉晴報導 警方派完搜查立法會大樓 但示威者已經散去 最終未有發現 而立法會內外多處選委嚴重 除了長生被淘寶 部分立法會物資更被人帶到金鐘一帶 李童英報導 警方成功清場之後 大批防暴警察進入立法會大樓 留意出入口和留意上面 先去到早前被佔據的會議廳 在主席台和議員座位搜查有沒有示威者 又去到前廳搜查 另一批警員兵分多路 逐層樓逐間訪問 先後去到飯堂 連廁所都入賣 最終沒有在大樓裡找到任何示威者 警方派完到立法會內搜查期間 仍然有大批警員在立法會的示威區戒備 期間只准已經留在這裡的傳媒繼續採訪 不容許其他人再進入這個範圍 大樓內外都選委嚴重 有職員到場視察 示威區進入立法會的入口 玻璃完全粉碎 鐵閘扭曲變形 地下樓層幾乎所有的牆身都被噴污 立法會的標記被淋紅油 公眾教育區紀念品店 雜物散落一地 大樓的警鐘場名 圖書館玻璃網門碎片散落一地 但示威者就在門口擺了水馬 用手寫的告示提醒其他人要保護圖書 電梯亦都被人破壞 電視外露 檔案室有被搗亂的痕跡 部分機密文件散落在地下 保安室的門外 硬碟散落一地 現場消息指大批職員的門卡 和電腦硬碟都被偷走 警方退守立法會的時候 留下了警棍和警告旗在地下 前主席曾玉成的肖像 就被人放到天華道 龍會道的回旋處 就找到歷任主席的牌面 旁邊亦都有本來放在電影放影區的座椅 NOW TV記者李童暗報道 教育局說灣仔和中西區一帶 交通狀況特殊 可能影響學生上學 建議學校作出應變 根據機制性處理 各別學生遲到或缺席的事宜 英美兩國對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表示關注 英國外相侯俊偉在社交網站發文 強調英國支持香港 享有自由的立場堅定 但不能夠接受暴力行為 他又說必須確保 香港人在法治之下 擁有和平示威的權利 美國國務院也發聲明 促請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使用暴力 強調香港的成功 在於擁有法治和尊重基本人權 包括享有表達自由和和平集會的權利 回來再看看財經消息 楊介仁 堪請你現在 我放出去 我來救你 上田徑搬上螢幕 肉絲勝負如何 記得密切留意 退休女王 今晚十點 ViuTV 自行主嘉男 當然是我 因為有了普洛士 煮飯也有高智能 快煮也可以 慢煮也可以 懂得用普洛士智能小家電 做家務就更有樂趣 普洛士智能小家電 為你生活添社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